观众朋友锁定中原大地评点天下大师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中国聚焦 我是纪兰 孔子的思想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整个的中国社会 然而今天的五月一个北大的教授却提出 一个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 其实不只是学者 在当代的大学生中存在着普遍的种种的对孔子的困惑和疑问 今天我们就特别请来了历史研究专家教育学者李明远先生 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我们提到了当代大学生种种的对孔子的疑问和困惑 比如说他说孔子是神吗 我们为什么多年来一直遵从孔子等等 那么我知道你在国内一直从事这种历史的教育工作 面对着当今的大学生一定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感触了 我在中国大学里面教书有20年了 那么主要讲授的是中国教育史 在我这个课程里边呢 讲到了孔子的思想 孔子的教育思想 同学们呢提出了很多这个跟孔子有关的问题 那么呢 这些问题呢是通过这个学校的一个教学网络去提出来的 那么当时呢 我给学生们有一个回答 今天呢 我再看这些问题和我这些回答呢 我又有一个思考 大家都知道 孔子呢是中国历史上这个著名的思想家 教育家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近2500年来 中华文化的入世部分基本上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 自鲁埃公立庙纪孔到汉高祖刘邦 用儒家的礼节制定朝仪 汉武帝独尊如树霸出百家 到唐代的唐太宗 立孔子 以孔子为先圣 下令全国各州县立孔庙 就是当时来讲呢 就是有学校的地方就有孔庙 庙学合一 这是唐代的一个情况 而且呢 春秋两个季节要祭孔 这是唐太宗时期 那么到一直到清代 康熙年间 那么康熙皇帝亲自提携万事诗表的匾额 悬挂于全国各地的孔庙 那么历朝历代 对孔子都有追风 都有祭祀 刚才你也提到呢 在网络的教学中 学生们提出了这个大量的问题 其实我们呢 也摘录了一下 把它呢 经过一些整理 其实这些问题呢 还是在当代的大学生中 有非常大的这个普遍性 好 我们先看一个问题 这是有一个学生提出来 他的问题是 孔子是神吗 我最近有个问题想不通 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只推崇孔子呢 他的思想中就没有什么不能拿到今天来用的吗 为什么这几千年来的教育家们都像是生活在他的阴影下一样 我感觉现在的孔子变成了神而不是个人 一个民族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只崇拜一个人算是个悲凉吧 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无稽 不过我确实不能理解 这也许源于历史知识浅薄 希望呢能够解释一下 这个同学这个提问的时间是这个03年的8月28号 本身这个时间就有一个故事 因为第二天8月29号呢 这个班的同学呢就要到北京的孔庙锅子间去参观 那么每个同学呢都准备了一个解说词自己来准备的 那么他在准备的过程中看了大量的材料以后呢 产生了这个疑问 那么我当时给他的回答说神不神不好说 不过我们应该考虑的他说的对不对 对的不管是谁说的都应该推崇都应该继承 那么我为什么要去强调说对与错和这个古语金呢 就是强调 因为在这个同学这个脑子里边受这个党文化的灌输里边有一个无神论 那么你直接跟他说孔子是神 他肯定他接受不了 但是对错的标准这是不能变的 就是不因为孔子 孔子是2500年前的人物 他讲的我们就不去尊崇 讲对的我们就不去尊崇 对不对 就是2500年后 那么他讲的对的我们依然要尊崇 但如果孔子讲的不对 那么我们就不去尊重 所以说如果说一个好的东西我们继承了2500年再继续往下讲 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而不是一个悲哀 那下面这个问题呢也很有典型性哈 这个同学的问题是您对孔子轻视妇女的问题是怎么看的 您肯定知道孔子历来是看不起妇女的 轻视妇女这一思想不会是孔子流传下来的吧 您是怎么看待孔子这一思想 这一点不会影响他思想家教育家的地位吗 我也查过一些材料 这个女子为女子与小人难养 这句话我们理解有偏差 因为大家都是根据这句话来断定 说孔子轻视妇女妻视妇女 而这个女子不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个女性的女 这点的女子的女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什么呢 就是古代有这么一种用法 就是人之阳约男 人之阴约女 就阴阳男女 那么这点的女是当什么讲呢 是当阴阴讲阴性的讲 实际上这个女人在这点是一个什么词呢 就是内心阴险狡诈的人 这个女子和小人就是是什么呢 是一个敬意的词 那这样看来呢 好像是一种学生们呢 对这个问题的这个无知所造成的一种冤案 那我不仅想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学生们对这种污蔑这个先贤的这个种种的这个理论和思想啊 却如数家珍 但是却对孔子的真正的这个意义的却不知道了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现象 是这样的 这个实际上正是中共破坏这个中国这个文化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 或者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那么学生头脑中关于孔子的概念 是他后天接受教育里面得到的 那还有一个同学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啊 古代信息技术并不发达 但是却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现在信息技术高速发达 却似乎不再重视文化遗产的保留了 例子有很多 我就不举了 社会发展是必要的 如果您是决策者 有一点 有一项很重要的工程 关系到周边的这个这个居民啊 关系到经济发展 要把国子建推了 您是推还是不推 这个好像挺尖锐啊 那前提是这项工程真是很重要 可国子建只有一个 你看他这个问题说推国子建 而没说推故宫 显然是他们刚从这个北京孔庙 国子建参观回来以后 他想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他这个问题本身就反出 今天中国当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现实 就是中共在大量的挥霍人民的钱 去盖一些假的一些这个文物 而破坏一些真的文物 那么学生其实这个问题已经点到了 那么他还有一个困惑在哪呢 就是这些文物被拆了 那么很可惜 那么我当时给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用了朱熹的一句话 叫存天理灭人域 我说就要看这个工程啊 是天理工程还是人域工程 那么讲到这儿呢 可能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就进一步跟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人和虎的关系 人和老虎的关系 我说呢 如果呢 人因为想要吃虎肉 想喝虎谷酒 想做虎皮椅就去猎杀虎 这就是人域就应该灭 而虎不管他多么珍惜 如果他正在吃人 我们制止不了他 把虎打死了 打死就打死了 这叫天理 因为虎不能吃人 所以我没有直接说这个国子剑 可以拆还是不可以拆 但是也是跟这个人和虎的关系一样 就说如果开发商为了攫取利益 跟中国勾结在一起 那么迫害文物 那肯定是人域应该灭 就不应该拆这个 那反之 如果国子剑的存在影响到了 所有人的一个生存问题 那拆了也就拆了 因为他人都没有了 这国子剑个人摆得给谁看 所以是这么一个问题 实际上它也是代表了 当代的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困惑 那接下来一会儿我们再继续 就这些话题进行分析 观众朋友 我们首先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再继续我们的话题 跟您讨论当代大学生 对孔子的诸多困惑 事事关心 深度报道焦点事件 练习真假伪略 听查民情事故 采访传奇人物 事事关心 把您关心的事情 看得清清楚楚 周日晚九点 了解宏观经济走势 获悉各国企业动态 知晓全球股市信息 倾听专家投资建议 一周经济回顾 祝您成功每一步 在找最好的情人节礼物吗 对了 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 二月十四到十七日 将在纽约无限电音乐城增长 五千年神传文化 呈现在纽约舞台 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 订票热线 1888-260-6223 或上网购票 BestChineseShow.com 观众朋友欢迎回到中国聚焦 我们继续请历史学家 教育学者李明远先生 为我们分析当代大学生 对孔子的诸多困惑 李先生刚才我们分析了 大学生的几种困惑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在您的课上看到天不生种泥 万古长如叶 李志就讽刺这句话说 难道孔子以前的人 就是打着灯笼生活的吗 这个还是挺挺有意思 如果中国没有孔子 就没有几千年文明的历史了吗 西方世界没有孔子 可近代文明的光芒 恰恰是从那里诞生的 孔子学说真的照亮了中华文明吗 你怎么看呢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正邪善恶是相对出现的 正的善的一旦出现 就伴随着邪的恶的的反对 孔子教人从正为善 在他那个时代就有反对者 那么后世再出来人去讥较孔子 这个也不足为怪 那么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刚才那个学生提到的 说天不生种泥万古长如叶 这句话是朱熹讲的 而李志是明末的人 那么李志可能是在明代那个时期 大家在主流社会里都在提倡朱熹的时候 他觉得我要反朱熹 但是他不敢直接去反孔子那个时代 但是他借讽刺朱熹 实际上来讽刺孔子的思想 那么虽然孔子的思想 不是西方的一个主流思想 但是西方有基督 像一些大的科学家 像牛顿 爱因斯坦都是基督徒 他们在科学中找不到的答案 在宗教中 在圣经中找到了 接下来一个同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对孔子歧视劳动的一个看法 这个孔子歧视体力劳动的传统 一直影响到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 而在西方从封建社会 当时唯一的知识分子阶层 教会修士便尊重体力劳动 基督修士坚决认为 体力劳动是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 甚至劳动就是祈祷 这些修士是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识分子 他们最早将智力和汗水连在一起 这样才有助于技术的进步 为什么发芸于中国的许多文明 只是在西方人手中才得到全面的发展和利用 而中国知识分子鄙视劳动 如临外食犯禁 不就是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 才畏首畏尾的去卖鸡 也不愿劳动 知识分子的这种鄙视劳动的态度 决定了近代文明不可能在中国诞生 其根源您认为在谁呢 我特想知道老师的看法还是个很长的问题 我当时实际上这么跟他说的 我说你不能盲目的去相信这种宣传 因为孔子歧视体力劳动是一个特定时期 为了某种学说编造出来的一个话语 我说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去查一查论语 找一找原话 那么这个同学呢 没有找原话 另外一个同学看到他这个问题呢 就把原话给贴上了 原话是在论语里面有讲到这儿 说凡池请学驾 子曰五不如老农 请学为辅 子曰五不如老辅 那么凡池是孔子的一个学生 他过来向孔子来问 问什么呢 问怎么去种庄稼 那孔子跟他说 说你去问有经验的农民 接着他又来向孔子问什么呢 说怎么来种菜 孔子说你去问有经验的中菜的菜农 接下来孔子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小人灾凡须也 上好礼则民莫感不敬 上好义则民莫感不服 上好信则民不敢不用情 孔子是讲接下来讲什么呢 就是我在给你们讲礼 讲义 讲信 这些道德的东西 你过来问我这么具体的 那当然我回答不了 你要问那些 问那些有经验的那农民和菜农 这跟轻视体力劳动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这个在特定时期 在中共他就给他泼了一盆脏水 就是说什么呢 搞阶级 劳动人民统治阶级 孔子代表统治阶级 那么他轻视体力劳动呢 那不就等于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代表了吗 然后我们就批判他 是编造的 那一看原话里边没有任何意义 我跟学生说 如果你过来跑过来问我 说怎么种田怎么种地 我也会告诉你 去问那些有经验的农民 那些才能的 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历史上啊 这个康熙大帝呢 其实是很推崇这个儒家学说 那么学生啊 针对这个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 他说啊 他的问题是这样的 在写作业时啊 我看到了在康熙皇帝全传中写到 康熙皇帝对儒家学说的尊崇 和对孔孟等人的吹捧 他用的吹捧这个词 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位封建帝王 我就是对此持怀疑态度 想问问你 康熙皇帝全传是一个学者写的 你看他的一些用词 吹捧啊 无以复加啊 像这些词实际上都是一个贬义的词 已经代表了他写这段话的时候的一个基本态度 那么学生看到了以后 那么我给他说了 说尊崇不假 但吹捧就不断了 就这个用词就不断了 确实 康熙在历史上 这个尊崇儒家 但是这种事实在今天 中共的宣传下 它根本使得所有人不相信什么呢 就是说历史上有一些盛名的君主 去真心的去同意于宠 孔子 因为孔子那些君王知道 孔子的学说是教人从善的 教人做好的 这个对国家是有利的 甚至说对他的军王的治理国家也是有意义的 所以他是真心的去推崇这些学说 而学生看到了一个现实当中的今天中国的一种什么现实呢 就是一些所谓的领导在那放空言 说假话 然后他就联想到历史上是不是所有统治者也都在骗人 或者中共直接就说历史上的所有统治者都是在编道谎言 都是期盼百姓都这么统治 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来治理国家 或者这么统治人民的 他就以此逻辑来这么推理 说历史上的所有的君王都是这样 所以使得学者使得学生都不相信这些君王是真心的 真心的去推崇 刚才我们分析了他的用词 其实对孔子的贬义的说法 在当今又提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理论 那就是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北大的教授张一五 在接受新周刊的这个采访时 他就说 他说一个张子怡比一万本这个孔子还要更有效果 他的这个原话是说 这个大长津就是把韩国和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了一个好的例子 所以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张子怡 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 那么其实针对这个现象 这个学生们也提出了问题 这个学生们说 就是说针对这个现象的网上是骂声一片 甚至有的不堪入耳 我对张教授的观点虽然不能苟同 但是我认为人们也不应该骂得如此难听 请问您对张教授的这个观点的看法是什么 对网友恶意的骂声又是怎么看的 我直接跟他说了 我说教授也有明白和弧度之分 那么明教授明白的明不等于就是说著名的明不等于明白的明 就是说他再有名 但是他有可能不明白 所以弧度教授说出弧度的话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么大家不理他就是了 有理说理 骂人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到进一步可以看出来 再可以看一看 说一个名牌大学的一个名教授就提出这么一个观点 正反出什么呢 在党文化这个熏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的头脑中实际是空空如也 就这种可笑的观点连一般的百姓都接受不了 但是百姓接受不了他这种骂声一片 你看学生讲是骂声一片 这骂声一片正好又是一个党文化的一个反应 什么呢 就是共产党是不讲说理的 是经常要骂人的 以为我骂了谁 反了谁 我就有理了 而民众当中也养成了这么一种习惯 就是遇到不满的事情 而不是去讲道理去 或者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也没有讲道理的地方 那么就养成一种习惯 任何事情只要不合自己的意就去骂人 从学者到网上的反应实际上都是党文化对中国人的一个毒害的一个明显的例子 那么学生其实就这个热点提出了这个问题 正好把这个中国这种实际的一种状况反映出来了 那你看啊连学者呢他都提出来 就是说一个张子怡那比一万个孔子都有效果 那么提出这样的问题 确实是令很多人为之困惑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耳濡目染 这究竟是怎么染成的呢 观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呢再继续这个话题 为您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块令人神往的南方绿洲 一个包容万象的梦幻世界 多元文化中的和谐 海浪沙滩边的风情 一切尽在新唐人电视台澳洲广角 一切尽在新唐人电视台上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中国聚焦 刚才我们分析了当代大学生 对待孔子的诸多的困惑 而且也提到中国古人讲耳濡目染 那么究竟这一些困惑 究竟是怎么染出来的呢 我们继续请历史学家李明远先生 为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李先生刚才我们提到了 大学生的这种困惑 那以你的观点来看 这个大学生的这种种种困惑 是怎么造成的呢 我应该先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些问题 实际上都是实际上学生 从03年到06年 在网上给我提出来 都是一个真实的 我们也没有去给他论色 那么他们提这个问题 有一个前提是 因为我在我的课上 用大量的时间 因为讲中国教育 大量的时间讲孔子教育思想 我的讲法是按照中国历史上一直的一个传统 就是从正面去产发孔子教育思想 他有哪的好的思想 对我们人类 对我们中国人 他有哪的好 而学生头脑中存留的是什么 他们从小到大 在这个收教育过程中 中共给灌输的那一套东西 那么它产生了很多矛盾 所以他又觉得老师讲的有道理 但是他脑子里这个东西又在作怪 所以才频繁的提出这些问题 就是不是一个学生 是很多学生从不同角度去提出来 那么他们提出来 就不是这几个同学 提的这几个问题了 他倒反映出了当代中国人脑子里存的 关于孔子怎么看待孔子的问题了 中国百姓关于孔子的看法 实际上是中共灌输的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灌输这些 关于这个污蔑孔子的这些说法呢 那很显然 那么孔子教人的都是好的道德 这个教人怎么做好人的 是讲道德的 而中共呢 他编造谎言 因为什么呢 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去遵从这些古代的好的道德 推崇这古代的圣贤 那么中共这些歪理学说 他就没有市场了 或者说他也就不能欺骗国人了 所以他才会说什么呢 把历史上这些人们的一种正信 一种道德 传统道德 或者说传统道德的一个代表人物 孔子先否定了 这样的话 他的学说才能推行下去 如果人们头脑中都留着一些关于古代那些好的道德 或者都尊崇古代的先贤 那么他就没有市场了 共产党的学说呢 和这个儒家的思想在根本上是对立的 你比如说孔子是敬畏天命说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共产党讲什么呢 共产党讲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再有孔子讲人者爱人 就是人是孔子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 爱人就是从考虑他人的角度去 那个立场 去考虑问题 那么共产党就搞阶级斗争 实际上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好的关系 再有比如说 孔子重视儒家的伦常道德 就是家庭 社会这种关系 那共产党就是消灭家庭 搞社会斗争 还有孔子比如讲 对待这个 讲欧信律学 去培养这个闲事 为社会培养人才 那么中共就搞什么呢 就批大批什么十道尊严 实际上所谓批十道尊严 就是不要把 让老师把那种好的道德 再继续传下去 因为什么呢 孩子生下来以后 他要接受教育 他这个教育哪来 是从老师那来 那老师是哪来 是传统上 历史上来的 好 我今天批十道尊严 那实际上就等于批了中国传统 那不要传统 不要文化了 那不他那套学说就能推行下去了 你看有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 就是你说他中共反对孔子 但在中国他却推行这个忌孔的活动 在海外呢 也比较推行这个孔子的学院 你对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 实际上这个是中共在作秀 比如像忌孔 这个古代人忌孔是因为尊崇孔子在忌孔 今天中共在忌孔是搞什么呢 他都毫不隐晦的就说 叫做文化大台经济长期 什么意思 我想赚钱 我搞旅游啊 我搞项目啊 我引进资金啊 他毫不隐晦 那跟孔子没关系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作秀 那再有一个呢 他借弘扬这个传统文化为名呢 实际上再怎么掩盖他那种党文化的邪恶 这样的话好像让中国人知道 好像我们也提倡这个传统啊 你看我们还记孔了 我们还恢复了 那么孔子学院呢 就是更有欺骗性了 比如说中共近几年说要在海外建立100所孔子学院 那么这些学院实际上以教语言为主 有的是要研究中国文化的 那么中共比如说我免费提供你语言教材 这些语言教材是党文化编出来的 其实这个中共在海外推行孔子学院 只是借孔子啊贴一个假的一个标签 怎么讲呢 他实际上在推行他的党文化 具体说党文化体现的就是假恶斗 比如说假 这个关于历史 关于文化 那么今天他输出教材肯定是中共的一套 就是对历史的一个歪曲 对文化的一个否定 比如说关于孔子的看法 我想可能都不是历朝历代对于孔子这么一个正确的认识 或者说孔子所主张的一些好的道德去宣扬 我想他不是这样 再有一个呢 他还想通过这个孔子学院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扩大中共的影响 在世界的影响 什么影响呢 就是大家更多的世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共 很邪 共产党那种学说很邪 他对世人危害很大 但是中共为了掩盖他这种邪 他就假借什么呢 或者说他拉过来孔子这个招牌 来给他掩盖一下 然后比如说就现实问题 他肯定也要通过孔子学院去输出到海外 什么呢 就是中共关于自己的现实有一个解释 那么世人对这个现实有一个解释 那么他就想通过他孔子学院作为他的一个基地一样 在海外的一个基地一样来扩大他那种 关于这种现实的一种说法 好感谢李明远先生 今天就当代大学生对孔子所存在的种种困惑 为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 观众朋友 一种文化得以继承的首先要在内心深处 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认同 然而当我们分析了当代大学生对孔子的诸多的困惑之后 会发现一种强制性的党文化 却在阻碍着中国人对这种民族文化的认同 一个艰巨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如何摆脱这种阴影 而真正去继承中华民族的真正的传统文化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中国聚焦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感谢观看